秋风清秋月明落叶聚环散寒鸭七复经 相思相见之何日此时此夜难为情 大家好我是宁南左侯念这么几句定场诗 唐代大诗人李白的三五七言秋风词 大雅卡开始让我给大家讲故事 咱们说的要么是凶杀要么是卧底无间道 今天呢咱们来换口味 说个爱情故事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 爱情从希望开始由绝望结束 人生最美好的东西总是和最坏的连在一起 幸福的极致呢往往是悲哀 幸福是短暂的 当你想抓住它的时候呢 它已经走远了 所以说呢 满木山河空念远 不如连曲眼前人 且行且珍惜 好了废话不多说 咱们言归正传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时候呢 有个南洋的归国华侨 叫方伯康 是上海的知名律师 也是个爱国人士 三十年四月的时候呢 他和朋友余力 陈成曾等人呢 就是筹建过一个叫中国直边社的社团 从事边疆地区的研究 与边疆开发 方伯康有个儿子叫方仲之 大小聪明伶俐 所以呢 在海外留学读医学 是个外科医生 一开始呢 是在香港那边的医院里头 到了二十五年 回来大陆 来了上海 在广人医院 做外科医生 他手艺不错 医术呢 也精湛 在全院外科中呢 数一数二 很快呢就有了名气 这天呢 他抢救了一个 从外地来上海拜访杜岳生 结果突然患病了的帮会人士 杜岳生大家都知道吧 上海三大流氓之一 当然也有的 不叫他大流氓 叫他大亨 黄金融 杜岳生 张孝林 号称上海三大亨啊 杜岳生那是青帮的大佬 能救他的朋友 这算可遇不可求 连带着这个关系呢 外科医生方仲之 就被杜岳生收为弟子 正式加入青帮 既然是青帮人士 自然也就认识了一些帮会的朋友 谁是上海滩华姐的名流 哪个是法租界 公共租界 补探 三教九流吧 都听过一耳朵 当然了 像他这样一个 全身心铺在这个医术上的 迂腐书生 是不太可能参加帮会活动的 甚至于给杜岳生拜授 这事都不见得去 那年月上海滩青帮弟子啊 有一个每年必须出席的活动 就是在七月十五中元节 这天是杜岳生的生日 甭管你是挂名字也好 再普通的也罢 必须得去 方仲之这属于例外 他是想起来就去 想不起来就不去了 有时候呢 就是想起来了 准备去呢 那边来到唐手术 那就不去了 不过即便如此 那青帮中自杜岳生三大亨以下呢 什么唐主到底下抛出的小喽啰 对他的口碑都不错 怎么回事呢 就是那年月啊 帮会泄斗的事件呢 贫发 受伤者呢 都要送到广人医院请他治疗 他呢 一概尽心尽力 有时候动刀动枪了 这算违法 或者其他什么情况吧 就是需要处理一下伤口 动动手脚 别让人看出来 以便鉴定的时候呢 瞒过法医 这事呢 给他打个招呼 他也做的十分到位 所以呢 一来二去 三大亨都知道 这位不来给自己过寿啊 他不是不尊重自己 他就是个迂腐书呆子 你跟他聊医学 他头头是道 但你跟他 人情往来之类的 他木头嘎嘎一个 他自然呢 也不会跟他计较 所以呢 时间就来到了 三零年的 五月十八号 中午 这个时间是不是很熟悉啊 这天呢 方仲之 没安排手术 中午值班 正闲着翻书呢 忽然就接到了一个有帮会背景的朋友 张某 电话 说马上有一个枪伤男子送广人医院 请方医生呢 务必将其创口表面痕迹处理干净 以经得起法医的鉴定 拜托 刚放下电话 医院另一科室的主任 打电话回来了 一会儿有个枪伤病人送来 麻烦处理一下痕迹 感谢 这边电话还没撂下呢 隔壁有喊 方医生你电话 过去接 这一大队的某个军官 待会儿有个同事送你医院 受了一碗痕迹处理一下 改天请你吃饭 挂了电话 方仲之 直作压话子 什么人这是 这么多人同时保他 处理创口表面痕迹 怎么说呢 我不知道列位谁开枪杀过人啊 我估计大概其实没有 我给大家科普一下 这个枪伤呢 不同角度 不同距离开枪 造成了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比方说800里外一枪爆头 那跟抵着脑袋开枪 打出来的效果不一样 别人哪枪抵着你 那跟你自己拿枪 抵着自己的脑袋来一发 这效果也不一样 自己朝自己开枪呢 枪口离创口比较近 这就会导致创口呢 有明显的火药烧灼的痕迹 这是一门专门的学问 法医上呢 叫做枪弹商鉴定 什么叫贯通商 盲滚商 回旋商 擦过商 反跳枪弹商 多种多样 改天呢 我可以编个罐口 给大家伙念叨念叨 方仲之呢 之前也帮着青帮的人处理过 比方说明明是近距离开枪 给他处理成远距离的 明明是远距离的 给他轨到一个近距离的 那么这次来的这位满世界都有关系 保他的神秘人士是什么伤呢 正琢磨着呢 外边急救车 要唱着就来了 这边呢 方医生马上安排 换衣服 消毒 做手术 到这年 方仲之已经做了八年外科医生了 香港三年 上海五年 这两地呢 都是黑社会盛行 他见识过的枪伤 可能比寻常的法医都多 当下一看这个被送来的 那个无名式的创口 马上断断 这就是自伤 就是自己拿枪冲着自己来了一发 既然那些人打电话说 要把痕迹处理干净 那就不想让别人看出来是自伤 这容易 对他来说这不难 所以那很快就处理好了 医生做手术呢 需要护士啊 这次给方仲之打下手的护士呢 叫钟文雅 一个女护士 方仲之不知道这个伤员何许人也 广人医院是租借寻补妇治疗外伤的指定医院 方仲之也知道 跟这种对象接触 最好保持沉默 那伤员呢 自始至终 医生不哼 方仲之原以为警务处法医会过来询问创口的情况 但法医根本就没来医院 反倒是伤员离开医院之后呢 上海警备司令部 军法处一个军法官 带着书记员呢 来医院找他询问情况 那军法处的军法官呢 姓严 外号叫 活严王 现在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案子了吧 方仲之呢 据实而言 当然是挂引号的巨师啊 他把情况呢 就说了一遍 但最后呢 拒绝在笔录上签字 说这是租界 我签字可以 你让巡捕房子过来找我 这是医院的规定 我不能破了这个规矩 但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也没有人过来找他 这事呢 也不大 三四天 这病人呢 就出院了 一切正常 他以为这事呢 就过去了 哪知道一个月之后 也就是6月18号的中午 他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是补房子一个轻帮好友打来的 说是刚刚看到了一份警备司令部的紧急引渡攻函 要求补房即刻逮捕广人医院外科医生方仲之 引渡给警备司令部军阀处 案由是包庇共党分子 方仲之是书呆子 听着这话呢 就纳闷 说我不认识什么共产党啊 我就是想包庇他们 我上哪找去啊 当下就决定 我得去龙华找他们讨个说法去 对方就急了 说方医生你赶紧逃 公寒上说了 你是他们的要饭 你跑得越远越好 你最好就是去海外 你就不要再回来了 方仲之这才相信自己大概是真的探上事了 行则那就跑吧 从抽屉里拿出东西 钱包 护照 职业证 刚准备出门 门呢 从外头推开了 一个陌生蛋子闪失进来 关上门 您是方仲之医生是吧 我是张先生的朋友 张先生来 让我接您离开这 方仲之来不及多想 跟着对方就走 出医院后门 上了马路对面停的一辆小轿车 轿车急驰直奔黄埔码头 方仲之见的男子和司机呢 高度紧张 就知道这个情势确实危急 车在码头那一个角落里停下 那男子说这个张先生已经安排好了 你就凭这枚徽章 上那个英国的货轮 说着就把徽章 憋在了方仲之的领外上 然后掏出一个鼓鼓囊囊的信封 这是您的盘缠 就这样 方仲之一脸懵逼的就来到了香港 后来以亲戚的名义呢 给护士中文雅写信 中文雅回复说这个没听说 寻补房来医院抓人 但您走的那头几天呢 医院确实有身份可疑的人 鬼鬼祟祟不知道想干嘛 方仲之这时候呢 已经在寻补房的那个朋友通讯中呢 得知警卫司令部确实要求补房 抓捕引渡他 但补房没有大张旗鼓公开行动 只是呢派了便衣去医院秘密蹲守 过了几天发现这人跑了 然后就撤了 方仲之也不敢再回内地 就在香港找地方上班 一直到了43年 他上海的父亲去世 他才回来一趟 那时候上海已经属于汪伟政权通知了 什么公共租界 警卫司令部这些东西都没了 所以他才敢回去奔丧 但在上海呢 不过待了三天就返回香港了 上海解放后 当年青帮的朋友有逃往香港的 来的人不少 大家表示那就把人拢一下 一块坐坐吧 正好方仲之那天没事 也参加聚会了 九国三巡菜货五位聊起当年的事 这才得知当年警卫司令部 可没冤枉他 他受朋友委托 给处理伤口掩饰痕迹的那个伤员 确实是共产党 可他怎么都琢磨不明白 心说我这个手艺还行啊 但凡是我做的手脚 除非伤病员自己开口说 要不然没人会知道这事的 怎么就一个月之后被人查出来了呢 书中代言 这事他忘了一个自己的朋友了 当年上海滩租界公布局卫生处 给医院定下的规矩呢 一堂手术需要有三名以上的护士 在上头说了 方医生做手术的事呢 就中美亚一个 怎么回事呢 他当时手术正好是中午饭点 另外俩护士呢吃饭去了 这事着急 送人来的补探说 这人快死了 你等磨叽什么呢 那俩一会就到 你先带这个 先做手术 方医生呢 咱说了 技术精湛 手术呢也快 等那俩护士得知消息 换好衣服 消毒完之后 进来呢 这边已经把痕迹 就基本上处理干净了 那俩到了之后呢 也不过是帮忙 地利器械 消毒的纱布 擦拭写字的这个药棉之类的 后边来的这俩护士呢 其中有一个叫司徒轩 司徒轩 你听这姓就知道 这得是个有故事的人 但凡故事里头 你遇到什么姓上官的 司徒的 东方的 慕容的 这叫做父姓 还有什么姓叶的 姓苏的 姓和的 姓龙的 刘神 这宝布希就是什么主角 或者是主角的后宫团 司徒轩呢 这年才 二十 长得是如花似玉 那就一个漂亮啊 似这样美貌的家人 世上少见 乌花 死与貌似天仙 行行 咱就唱这啊 就漂亮 这姑娘呢 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 谁呢 比她大九岁的方仲志 这姑娘呢 心思灵魂梯透 知道自己是个新护士 不能贸然表露出 对这个医生的那份意思 于是呢 就时刻留意 人家的种种言行吧 就是想着 在实际成熟 主动出击 哪知道几个月 暗中观察下来呢 却就发现了 那方医生喜欢的 居然是 方方面院 都不如自己的 钟文雅 钟文雅比她大两岁 这年二十二岁 十六岁就考入了护校 十八岁呢 正是毕业之后呢 上岗 功龄比她两个长 心灵手巧 咱说了 方医生这是最心于学术的迂腐之人 她喜不喜欢这人 不再说这人漂不漂亮 而是说这人机不机灵 手艺如何 医术怎样 所以呢 自然对钟文雅更上心 这下呢 四同学认为不能再等了 决定迅速出手 于是就频频向方医生发出万事 可方仲之不解风情 工作安排呢 又决定了四同学 跟方医生几乎没有单独相处的机会 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心上人和情敌 越来越亲密 越来越亲密 四同学由爱生恨 第一个恨钟文雅 第二个恨的 就是方仲之了 要不说这爱情使人盲目呢 这一恨呢 四同学就动起了报复的脑筋 方仲之虽然不知道上者的身份 但他是一个初代的医生 脑子里根深蒂固八个大字 叫做受人之托 忠人之士 把消除痕迹这每个环节都考虑到了 处理完伤口 他想到说那伤者的衣服 可能会留下破绽 因为破损部位的那个近距离 涉及导致的烧桌痕迹 就吩咐钟文雅呢 把伤员送到病房之后 把衣服拿去烧掉 钟文雅这姑娘呢 老实本分 你让怎么说我怎么干 他和司徒轩摆着伤员 送往病房之后呢 刚准备离开 被另外一个值班医生给叫住了 说有点事 然后呢 他就把那个司徒轩换住 给他说 说你回去之后呢 把那个换下来的衣服烧掉 还得强调说 你必须得亲自动手 司徒轩呢 一口答应 一会儿钟文雅回来之后呢 司徒轩告诉他说已经烧掉了 那么咱说 司徒轩真的把衣服烧了吗 没有 上头咱说啊 钟文雅和方仲之这俩呢 一个是他的情敌 一个是他悄而不得的心上人 由外生恨 就卯着劲的要报复这对狗男女 巧了 想什么来什么 正琢磨怎么报复呢 5月18号赵宝号送来了 其实他也不知道 这里头有什么问题 做手术的时候 他不是来得晚吗 等他到了手术间呢 那边都已经处理完伤口了 再者说了 即便是他从头到尾 被这手术盯下来 按他的专业学识 看不出来什么问题 问题就出现在 要把衣服烧掉这事儿啊 怎么就得把人衣服烧掉呢 对不对 又不是狂犬病 又不是传染病 立刻烧掉 还得是亲自动手去烧 那是不是因为这上头 有什么可疑的问题 哎 那要是这么想的话 那就不困了 司徒轩呢 就留了个心眼 拿了衣服之后呢 没去烧掉 而是进了更衣间 偷偷查看 他是个外行 虽然看不出来 什么明显的问题呢 但是这个枪口周围的 这个烧桌痕迹非常明显 一眼就能看出来 他就隐约猜出来了 这儿可能是问题所在 当下呢 不弄声色 衣服抱好 塞自己包里头 出门碰见中文雅呢 就告诉他 这儿的衣服烧掉了 没事了 打这儿开始 司徒轩就琢磨着 这个证据怎么使用 那思来想去 没个头绪 听人说那个病人呢 是警备司令部的 真机队员 他想把衣服呢 悄悄声的给寄到司令部 但又害怕呢 是不是自己也会被 牵连其中啊 所以不敢操作 这事呢 就拖下去了 一来二去 到了6月17号 同事之间 这天闲连无事 磨牙唠嗑 听同事说 前天看见方仲之 跟中文雅 在奥菲姆大习院看电影 哎呦 那俩人叫一个亲密哦 有那个会听不会说的 就跟着齐哄 呦 人家那是狼才女貌 司徒轩这边渡火中烧 恨得牙根子痒痒 当天回家之后 就写了一封检举信 到邮局挂号信 把检举信 阿姨父阿姨命寄到警备司令部 这才引出来第二天 活颜罗阎望市 带着四个喽啰兵 捉拿中共地下天赋人员赵宝号 最后闹了个一丝两伤 赵宝号呢 开枪自尽悲剧 但司徒轩并没有看到 自己报复的后果 方仲之成功脱逃 中文雅平安无事 两年之后呢 中文雅移民香港 跟方仲之结婚去了 司徒轩大哭一场 自私心灰意冷 不久呢 嫁给了一个 国民党警察局的会计 如果这事没人查的话 保不齐这几个人 旧次终老 到死不会再见 也不会有什么交集了 巧了 50年上海市公安局 组建专案组 调查建国前的悬案 当年赵宝号牺牲的案子 位列其中 30年输马 这个案子呢 是马年第三个案子 所以就叫马字三号案 查来查去 所谓天网恢恢说而不漏 当初一期用事举报赵宝号的 司徒轩呢 终究还是被查出来了 随后呢 就捎带着当初捉拿赵宝号的 李连生荣富贵二人 50年10月27日 一起被上海市军管会判处死刑 立即执行 赵宝号列是一案 事发20年后 至此水落石出 真相打败 这个案子查明白了 还有一个问题呢 那当年上海开会怎么着就被敌人了解了 谁告个密 状案组这边把案情报上去 没过多久呢 得到了中央公安部的通知 说你们别查了 破案了 赵宝号当初确实已经查出来是谁告个密了 结果还没有上报组织 就突遭横扩 李莫辽抬头一看 正好就瞧见看大门的老吴 扫地的削瘸子也在围观 心说能不能破案就指望你们了 当下找个油头 大骂小郭郭峰云是13点 无锡13点 他就知道今天这事传出去 必然是满城皆知 到时候如果这句话有幸传入组织那边 他们会知道是什么意思的 可惜 到了这话没传得出去 20年后再把这事递上去 当年的老同志一看 13点 无锡13点 嗨 这不就是无锡26吗 这是当时地下党在上海的一个秘密交通员 代号是护锡26 是迎接两会代表送到秘密会场的地下交通员之一 是他背叛了组织 并被赵宝号查了出来 赵宝号知道这次算完了 脑子里唯一的念头就是说 怎么把组织交代的最后这个任务用这个谐音的方式把他嚷了出去 试图为组织笑最后一把力 不过这个叛徒也不用查了 赵宝号牺牲五个月之后的三零年 三零年初冬 护锡26因为出卖其他同志被组织发现 当即被除监队予以处杀 这正是望门头指思张简 人死虚异带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 两昆仑